油黄色的鸡皮 岳起的鸡头 还有很广色的摆盘 两只鸡脚塞在鸡的腹中 这只肉丢鸡简直就和煮熟的白切鸡一模一样 只有亲眼见过才知道它有多逼真 江女士从江苏来到广州玩 专门过来看看这只网红白切鸡 说是正殿之宝 然后就特别想看看 然后我们刚才还在猜测 它到底是这边的圆巨鸡还是做的白切 皮都有裂开的比较形象 这只肉丢鸡就是用广东四大肉石之一的广宁玉雕刻而成 广宁玉温润而黑 颜色多样又好看 所以亦都给了雕刻匠人很大的发挥空间 匠人在雕刻这个鸡的时候 特地去刻画了鸡皮的一个开裂的效果 它制作的方式也非常讲究 把这个鸡做熟之后 要迅速放到一个冷水当中 一冷一热的变化会使得鸡皮非常爽脆 鸡肉很嫩滑 我们通过这个小的细节 就可以呈现出这种非常独特的口感 这件作品不单只是博物馆的珍贵收藏 更是弘扬岭南文化的重要载体 官方以此打造了广宁玉雕丢鸡的系列文创产品 这个玉雕丢鸡的摆件晶形剔透 表面文样刻画细腻 和本砖相比高度还原了广宁玉雕丢鸡的神韵 摆件还配了广东省省碟用来摆盘 鸡有鸡味代表鸡的鲜味和原汁原味 是广东人对鸡的最高赞预 这两款玉雕丢鸡造型的香芬立足 你觉得它们是什么味道呢 中色朱古丽的颜色 巧克力味道 黄色的话 柠檬味道吗 在广东一只鸡可以做出很多种食法 白切鸡、豉油鸡、姜葱鸡、椰子鸡 这次切鸡师亦特意打造了挂件盲盒 用独特的方式去邀请大家共享美美鸡鸡 鼻鼻鼻针 有趣吗 有趣 我也是沾沉过来看鸡 又漂亮又正的玉雕丢和文创产品 大家都米酒鸡 不妨来散博看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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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